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九月份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给喜欢运势或是占星的朋友吧 而九月份是一个多世之秋的开始 充满了战斗的气氛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九月份 不妨把握九月中之前一股作气 有往直前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做好 或者呢如果你没有办法这么急这么赶的话呢 也许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 九月份到后半段会容易有拖延停滞转变的现象 那么一件事情也许没有办法在这个月份完成 可是你可以从一个精益求精的角度来做哦 你一定很好奇老师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当然跟星象有关 我们来看看吧 九月份的星象呢本来呢是延续八月份的状况 可是呢到了九月七号的这一个星月 日月聚焦在火星上 哎火星是什么你知道吗 火星是战神耶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九月份如果是一个戏剧一个电影的话 火星就是男女主角 战神为主的男女主角 代表这个月份啊一定有很多竞争哦冲突 或者是必须要争取的现象 好消息是如果你是一个积极的人 你可以努力的往你的目标前进 或是争取你该有的权益 但是如果你会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呢 你要懂得防御自己 九月的一开始呢我觉得它还是蛮积极的啦 但是第二个阶段是九月中的时候 这个战神啊在九月十五号呢转进了天秤座 天秤座是跟合作啊感情人际关系有关 所以这方面的冲突就会开始慢慢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呢天秤座的重点是什么叫做公平正义 为什么我付出比较多你没有办法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你看得的比较多我得的这么少有这种问题 另外呢火星在天秤呢还有个问题是一定会争执一定会冲突 为什么因为要创造一个新的可以谈判的局面 就好像各位你在跟男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你是不是说你再不怎么样我就离开你哦我们就分手 其实你根本就不想分手好不好 但是你是想要用这种战争的方式以战逼合逼他改变 九月中到整个二十一号左右啊 这个满月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人际关系 就是会有这种状况那最后怎么办呢 两方要找到平衡点 可能有些人啊你必须要后退一步 退的比较多包容比较多 那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他必须要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对不对 那么第三个阶段23号这天非常特别啊 因为它是秋分 刚好来到了一个阴阳转换的时候 那进入了天秤座 不止如此 在9月27号到10月18号这段时间呢 是我们今年度第三次水逆哦 所以呢在23号到27号这个水逆 水星即将逆行的前期 其实它的震荡是最大的 那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很多事情会怎么样 可能有很大的改变 也许是停下来了哦 不前进或者是说放慢角度 或者是有更多新的人事物跟选择进来 你没有办法马上的做出决定或是结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9月啊 你要不然就是速战速决 要不然呢你就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呃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星座的运势吧 我们来看第一个族群呢 是这个月我觉得运势算是最好的 叫做上升跟太阳在土象星座好吗 那包括了金牛座处女座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你们这个月是不错的哦 整个星象上有很多的行星在土象星座 所以呢对于你个人的计划 或者是事业上的计划 提案啊或者争取升迁啦 要有好的表现啊 我觉得你们是用眼神杀死对方 你们有坚定的意志力 可以完成你的目标好不好 更有趣的是呢 11号开始啊金星会进入天蝎座 所以也对土象星座朋友 带来了广结善缘 或者是有进一步发展恋情的机会 其中呢金牛座朋友可能会有这个办公室恋情 也说不一定哦 而处女座朋友呢 则会提升自己啊 跟周道人的关系实现梦想为主 而摩羯座朋友 我觉得你的事业不错可以加一把劲 那么第二个族群呢 哎我觉得这个月呢 本来应该你们要是第一名的 但是后来有点可惜 叫做风向星座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 双子天秤以及水瓶座朋友 其实啊今年你们大部分是好的 可是这个月因为 慢慢有越来越多的行星进入风向星座 同时水星将会在27号开始在天秤座逆行 所以这个族群的问题就在于啊 你们有机会 但是呢可能这个结果呢不如预期 或者是雷声大雨点小怎么办 重点就是这个月你可以把握机会 可是啊你要有一个比较长线的准备 因为呢在上半月也许你会遇到一些机会咯 你想开始做准备或启动 可是到了月底的时候呢 很多的干扰就会进来 然后你们就有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讯息 让你觉得要这样好呢还是那样好呢 就犹豫不决好不好 所以风向星座朋友 我觉得嗯 越到月底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看多听 不要太急的做决定 其中呢我们这个天秤座朋友 其实你现在的运势是水涨船高哦 好那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月你hold住 累积实力是好的 那么双子座朋友呢 你这个月是解决旧问题 准备新方案的时候 所以别急 水瓶座朋友呢 这个月你可能会做一些重要的决定 很容易是跟嗯 重要的一个法律啊合约有关 比方说合资合伙咯 或者是要登记结婚咯 也可能有一些财务可以申请 但是需要文件 所以水瓶座朋友呢 你也是要赶快把握水溺之前把它完成 第三个族群呢 也叫做水象星座 包括上升太阳 在巨蟹天蝎 以及双鱼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基本上呢 进入处女座的月份呢 是有利于水象星座的朋友 怎么样广结善缘 平常你可能就是跟家人啊 身边互动比较多 但是在这个月份 你可能跟公司啊 或者是家人的朋友啦 小孩同学的父母啦 有更多的连结 所以其实整体来讲是开心的 特别是11号开始 精心又进入什么天蝎座 为你们带来这个人静上面 或爱情上面的一种桃花 或是快乐的感觉 可是啊 凡事都有一体两面 互动多呢 当然摩擦就多了 所以水象星座特别需要这个智慧 比方说巨蟹座 这个月你可能跟家人的互动会变多 手足啊父母之间 然后就会有一些财务或利益的考量 摩擦多 你就需要去解决 天蝎座的朋友呢 现在你可能在职场上 或是环境里面 跟别人互动是愉快的 可是啊 你可能正在暗中做某一个准备 因为有人要跟你竞争 也可能呢 有人看不惯你 他是你的小人麻烦哦 所以你总是有那么一点点 好像会被别人影响的状况 那么双鱼座朋友呢 你的挑战往来自于一个合作伙伴 别人会对你有比较多的要求 但是你们之间可能也有一些利害关系 甚至呢 周遭环境会有什么派系斗争 那怎么样在这个人际里面呢 找到一个平衡点 甚至保护你自己 我觉得这个月份 只要水象星座做好 这个人和就会万事心了哦 那最后一个族群叫做火象星座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载 白羊 狮子跟射手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 虽然不是我们 讲得到主要的这个好运的族群 可是啊 在这个月份 我看见你们的事业是 步步为营 而且呢 往前面越做越好的 所以我会建议啊 火象星座朋友 这个月你就把重心 放在你想做的事情上 但是有个重点 火象星座其实很喜欢自作主张 可是这个月你的成功是来自于 跟别人的互动是顺利的 大家合作愉快的 所以呢 这个月有的时候呢 你要放慢脚步 你走太快了 你要听听看旁边的声音 你要跟大家有共识 当群体或是你的合作伙伴 大家支持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成功几率就来了 另外因为这个月份呢 因为有这个比较纷扰 或者是很紧张的情势常常出现 火象的朋友啊 你如果想出头别忘了 你是众人当中依赖的对象 所以你自己不能慌 你自己对一件事情 有把握有主张 反而能够把事情做的很好 大家也会更信赖你 那么你的机会就来咯 好了 我们讲完了九月份大致的情势 希望大家都有一些新的收获 也祝福大家在九月份 都能打出一场漂亮的胜仗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我们下个月再见